本周獅頭開會小冷盤 他給潘武雄最讓我們欣賞的 除了他的拼勁之外 就是他的關鍵一集了 大家樂樂來猜猜看 他生涯129轟中 球隊在領先、平手跟落後 分別打出多少隻拳雷打 今天的冷知識大家就想想看吧 答案在節目最後公布 頭頭是到,Let's go! 頭頭是到,猛獅戰報 光頭給你報一報 大家好,我光頭了 歡迎來到頭頭是到 那天非常榮幸在潘武雄退休的這一戰 有機會接受球狂的邀請 去擔任一日的客座記者 當記者坦白說非常的累 尤其我們這種客座的只是 下午一兩點到那邊 看到了秉總 大家在訪問的時候就讀麥 之後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 跟我們番薯粉的會面 碰面 之後我有做一些現場的留言 在賽後了之後 又要待到最後 所有的儀式 退休儀式結束之後 那在進行所謂的 秋元的訪問 訪問完了之後 那像我們是 因為算是一日記者嘛 所以我們就把 錄到的訪問的檔案 我就傳給了詩文 詩文去做最後的文字整理 可是啊 當天我們還有跟 包括艾爾達的李佑廷 李主播 還有陳潔憲主播 我們都有碰面 那他們當天喔 真的很辛苦 結束之後還繼續留在台南球場 因為他們當天有一些訪問的影片片段 所以要當天的直接剪接好 就我收到訊息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三四點喔 他還在球場上繼續努力中喔 可見 做現場的這些記者也是相當辛苦啦 那由衷佩服他們啦 那當天的話 我們也有跟一些 剛剛有講嘛 跟一些番薯粉 來見面 尤其是我們的喵咪啊 那也留下了一些眼 那現場的部分還有 他可以退休的部分喔 我會在主節目 也就是這個禮拜的主節目 我們會在下集 有個TOKET的特輯 那就請大家可以敬請期待啦 那如果啊 你是喵咪 當天沒有去現場也沒碰到我 或者說 你不是喵咪 那也對潘五雄想要留下 什麼 感謝潘五雄的話 或激勵他的話 就盡快在 本週三或四 就把錄好的錄音檔 私訊給我 那我會一起放在我們的特輯當中啦 留言的內容呢 就是先大概介紹一下他自己是誰 那接下來就是對 想要對TOKET講的話啦 那這些這一集的特輯 等整個剪輯完成了之後 我會把這個的連結 請球團的人員 之後轉交給TOKET 那也讓TOKET 聽一下各位球迷各位師迷 或甚至是各位非師迷 對TOKET 給他祝福的話有哪一些 所以就請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幫我們留言一下啦 好 那接下來講一個 比較不好的新聞啦 蘇智姐因為受傷是困擾 近期有出賽 但是在二軍還是出現 膝蓋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 柄總是確定喔 他今年不會再出賽啦 那另外的話 何恒佑最近是有拉傷 所以近期要拉上來 看起來也是沒有辦法啦 就看球季最後的那段時間 看有沒有辦法再上一軍喔 好來到某斯戰報齁 啊這週大家很不給面子喔 TOKET 退休儀式的這一週 我們打出一個 4 敗一勝的戰績 那也 讓 衛權跟我們有拉開了 到了市場的差距喔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戰績部分 我們就一場一場來看一下 第一場比賽喔 四項大戰 雙方都派本土投手 那我們的小燕子 六局 被打5萬3K 一保送 沒有保送 四二兩分的智責是個優質先發喔 那不過 比賽的分水嶺在八局下半啊 換上了幹大師政軍人之後 岳真華先選到保送上壘 接下來 小可愛江坤宇 一棒擊沈喔 左阿遠方向全球打 又打了一個西院的投手啊 那兩分爆 也讓比數成為4比2啦 那這一轟也是勝利打點 最後也幫助中英兄弟順利的贏球 不過在這場比賽呢 王靖敏 中繼一局沒有失分喔 也拿下了生涯的 第100次的中繼成功 這個也是 中華職棒史上的第4人 那另外的話 他在隔天 對上富邦的時候 中繼0.2局未失分 拿下101次的中繼成功 也追上了 樂天桃園的左頭賴宏成 並列史上第3啊 那僅次於前兩位就是 第一名的就是 我們統一的 阿山哥高健三的118次 還有樂天桃園的 鄉長陳宇勳的112次喔 那不過阿 王靖敏有賽後有講喔 他覺得中繼 100次中繼 這是一個短程的小目標啦 所以他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投到 生涯千局喔 那目前的話是累積了 833又三分之一局 那也希望能夠朝著這個千局邁進啊 中指史上喔 只有15個人投滿千局 那後人投手更是少啦 那15個人有誰咧 最多的還是我們都督啊 已經破兩千喔 那也是史上唯一一個破兩千的投手 那接下來就是 勇壯跟今年也退休的羅莉 再來是曹總 再來是阿山哥高健三 楊健福 陳一信 林曹皇 翁豐玉 豐神 王一正 劉壹傳 林英傑 康明山 以及 郭敬鑫 那目前有機會的喔 有三個人比較有機會啦 最接近的應該是 鄭凱文的936局 那另外武多的917局也是相當接近啦 那剛才我們有講到 王敬鑫的833局也是緊追在後啦 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這三位 有辦法破千局啦 其他都還有一小段距離啦 那這場比賽的話 另外在三局 林祖傑打出了安打也是他生涯的 第兩敗之安打喔 那第二場比賽 衛全龍隊做客到我們台南啦 那他們的話就是派出王牌 左頭王維忠 那我們就是派出我們大哥胡志偉啦 希望能夠帶領球隊力往狂籃喔 不過啦這個胡志偉 2.2局被敲了7之安打 有三個保重跟三個三陣 狂失7分有4分自責 吞下了本季的第11敗喔 那集一集到 這場的話是6打數4安打 包括全雷打喔 一共打下3分打點 也是造成這場比賽 最後衛全龍獲勝的關鍵啦 那這場比賽的話 重庭 達成了生涯300場的出賽 那安可的話 在二局下打出了 生涯的第300之安打 那另外胡金龍在這場比賽 也打下了生涯的第500分打點喔 好來到第三場比賽喔 福邦漢將來做客台南啊 二連戰的第一場比賽喔 那前面的話 雙方算是膠著啦 柯瑞投的相當好喔 6.1局 被打五彎 一保送3K 死失1分的自責分喔 那不過這個 我們打擊 最近都表現得相當不好 所以 一直進入延長賽啦 那富邦的話 是在12局 有一個鳥安 算是 算是比較偏鳥安啦 那也包括我們的主州啦 中場就以4比1 擊敗了我們 也讓我們苦吞了五連敗喔 那這場比賽賽後 我看到有一些私迷 就是 情緒比較不滿 在網路上有發言啦 就是說要換掉 我們的投手教練 娜瑪洛 不過說實在齁 這場比賽 你要怪到娜瑪洛 我是覺得 也不是這麼恰當啦 畢竟他換上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用 希望 左頭可以 克左打嘛 那無奈人家打出來的安打 又剛好是那種 比較偏鳥安的安打 那接下來又是 一連串的主州 所以你真的要怪 投手教練嗎 倒不如怪我們打擊 打得這麼差吧 是不是 好 到第四場比賽 也就是 本週最關鍵的一場比賽 也就是我們 與神同行最後一五 他可以的退休之夜啦 那這場比賽的話 無奈我們打擊 依然沒有發揮喔 安德勝 七局只是一分的優質好投 那再加上 羊炮卡洛斯的初先發 那在五局上的時候 中外野方向的全雷打 也是手安 也是手轟喔 那安德勝也拿到了 中華職棒的生涯手轟 另外也是生涯的單場 MVP啦 那都都比較可惜喔 其實五局投了6K 被打八安一個保送 失兩分的智責分喔 全場也 不過失這兩分 無奈我們自己打擊 也是不爭氣啦 那都都的話 單場的六次的三陣喔 是本季的新高 前一次單場六次三陣或以上的話 已經要追溯到 2017年的9月17 也是對上富邦漢將喔 那賽後林月平是有表示啦 引退賽的話 過後 他可以將不會再出賽喔 因為 畢竟他身體狀況不是這麼的好 那如果想要再看到 潘伍雄出賽 唯一的可能就是到季后賽啊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球隊打進季后賽 或許 他可以還有機會參與啦 好那 引退賽的相關報導 我們就是留到主節目再來分享啦 好來到第五戰喔 這一戰的話就迎戰熱天桃園啦 不過我們這場終於在 這場比賽打的算是 比較出色了喔 全場打出了三發全力打 唉無奈 如果往前呢 一場 留一隻到兩隻到前面 我們就贏了嘛是不是 好不過 我覺得這個就跟 當天艾爾達主播 講的一樣啦 人生總是要留一點 總是會有一些遺憾嘛 這才是人生嘛 是不是 好那這場比賽的話 我們靠著 重庭的兩分打點全力打 羅薩的三分砲 再加上司冠宇 在八局的時候 打出了生涯的守轟 這支陽春砲 那也讓我們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喔 也是本週唯一的一勝啊 那第五局的時候 安可有被觸拳球砸到啦 不過 到陳大醫院去掛急診 X光回報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兩天 休息的情況 再來看他的狀況囉 那這場比賽 柯維斯投了七局 被敲了五支安打喔 那包括了林立的陽春全力打 施的一分自責分 那投出了七個三陣 也進贈了本季的第三勝喔 那拿下了本季的第二次的單場MVP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那家要信也信 堅持到底 同意同意就要勝利 那家要信也信 堅持到底 賣也算也就要勝利 好 來到施裂戰場喔 本週的比賽 就有一點點週車勞頓啦 週二跟週三要到花蓮 對上中興兄弟 馬上喔 打完之後 隔天 就要到 北上到新莊 對上富邦 連續兩天的比賽 禮拜四跟禮拜五啦 那休了一天之後 再到天母對上衛拳 那目前的話 大概剩下15場比賽 也正好是 三週的賽事喔 如果以目前落後 全年度第三的衛拳龍 有四場的勝差來看 除了自助之外 還要其他隊伍來幫忙喔 不過 本週如果真的在被拉開 那是真的要考慮 剩下的兩週 是不是要開始練兵啦 也讓我們這些 老將啊 或者說比較長年出賽的選手 能有更多的休息時間 包括明年WBC 有可能入選的人 是不是就盡早 關機去做調整 等明年我們再來 努力的拼戰吧 那不過齁 大餅是有表示的啊 雖然我們現在攻擊 有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 我們後面還有跟衛拳 有三場比賽嘛 加上 本週第三場比賽 打出三隻拳一打喔 所以就希望可以這個 手感維持下去 那 包括衛拳的三場比賽 還有十幾場 我剛才講十五場比賽 所以 柄總是認為季後賽還是有點點機會啦 不過我是認為就是看這周啦 如果這周 欸 五場比賽能夠 打得不錯 加上 禮拜天對上衛拳的也能夠贏下來 那再加上其他 隊伍能夠幫忙 把衛拳 多賞他們幾敗 那或許這後 最後兩周還可以拼一下啦 那四行非二指 本週可能達成的紀錄喔 我們對死的第一千次 中繼成功 目前是998次 所以有可能在第一場比賽 就有可能達成啦 那另外 結縣的600場出賽喔 現在是596場 也就是 本週只要出賽4場 就可以達成這個里程碑啦 好! 来说一下 丝头开胃小冷盘 他生涯 在我们球队 领先平手和落后 的情况下 分别打出过几支全雷达 我看了一下 他可以在领先的时候 打出来的全雷达是40支 但是不是最多 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落后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他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 或关键一击的时候 打出最多 这种关键一击 他落后的时候 打出他生涯最多的59轰 在平手的时候打下了30轰 也就是说不管是平手 或者是落后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是打出了89轰 接近90轰 也就是说几乎三分之二的 全雷达是出现在平手或落后的时候 所以也让我们觉得说 果然他可以在落后的时候 打起来是相对的比较关键 打点的部分 也稍微提一下 他可以在领先的时候 打点打过284分打点 不过在落后的时候 打了231分打点 平手的时候也打了155分打点 他可以整个生涯看起来 确实是相当的平均 那整体的OPS看起来 领先的时候当然 打顺手球 每个球员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他的OPS在领先的时候 是在 0.943 不过他落后的时候 也打得还不错 也有0.895 接近0.9的成绩 平手的时候也有 0.861 也是接近 这个0.9的成绩 那另外的话 在生涯有7支的带打 全能打也是相当关键 有比较是说 他上来就可以立即把握住 那打出自胜的一击 好啦 那这就是本周的 石头开胃小冷盘 剩下的比赛不多了 那虽然上周我们去参加了 Tugget的退休仪式 大家应该都是 哭成泪人儿嘛 不过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了 再拼命看这周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还 有没有机会 继续可以 冲高我们的排名 好啦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拜拜 大圣是后 Rose Lions 最后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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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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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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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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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